為何放東西在桌面呢?小許 你平時看Facebook IG 人們都是放東西在桌面 但我平時看的那些是很大隊的 但今天小一點就有小鋼炮在這裡 這麼厲害? 大家好,歡迎收到耳機的音樂人 我是古老明 我是小許 這集有一點點不同 看到放了一堆東西在桌面 也會有朋友問我們是否認識螢幕 我們一看就說不認識的 因為我們沒有試過介紹喇叭 這次好像我們第一次介紹喇叭 有甚麼驅使我們介紹這對喇叭 就是因為它的外號叫小鋼炮 這麼厲害,甚麼小鋼炮呢? 那在機制細細裡面 幾小部你剛才沒有打掃一手拿起來 拿起來 所以好像有點重量 但是它絕對夠聲音 都適合我們在香港 對著環境不不大的地方 小小的在自己的房子 聽一下歌 讓我們音樂人看電影 讓我們音樂人更加重要 就是我們來聽音樂 或去彈結他 所以你看到了可以有結他在那裡 這次介紹的是Forsetex NF-04R,它還有大版,價錢也比較貴 但這個相對是適合一眾玩音樂的朋友 它的體積也是這次優勝之處,因為普遍是專業的螢幕 受到中階也有差不多體積 現在我們俗稱是書架喇叭,這個尺寸放在書房或我們自己的樂隊房 它的體積也相當相異,雖然說到這麼小,但它的名字也叫小鋼炮 它的音量和清晰度的音色都給足夠功課 這次的喇叭就叫主動式喇叭,我們平常聽到Active喇叭 因為它內置今次有擴大器在裡面,不用外置擴音機 我們一插開它就可以扭開,開了Volium,扭大小的聲音就可以用它 反而會減少我們選擇擴音機的煩惱 因為音樂人很多都有interface的,有自己的工具或電腦 一插下去就可以立即用到這雙喇叭 而它這次兩個插頭,難明是否很特別 它這個插頭是可以插6.3 jack,或是XLR那些插頭都可以插到 那就是方便音樂人去使用 但是這個驚這個呢? 它看到驚,它驚這個,你拍座之後就可以增大了10dB的音量 因為有很多音樂人喜歡的speaker,可能低音不太強 即是沒有那麼重低音,所以低音方面 你看到寫了Low Frequence,就讓你可以減低頻的音量 有兩顆按鈕,一顆就是2dB,一顆就是4dB 你兩顆插頭就是6dB 有三個選擇給你選擇 而旁邊的高音也有一個低減2dB的按鈕給你選擇 因應你對高音,你想少一點就可以收減它一點 通常的speaker是否一單元? 反而普遍的書架喇叭或 monitor,其實很多都是兩單元配置 對呀,上面有一個小的 對呀,我經常以為平時想起耳機動圈單元就像喇叭 就想起這個speaker是只有一個單元 當然它一個單元是特別突出給你看到的 而今次Frostec都有兩個單元 一隻就是10cm4吋的低頻單元 以及19mm1吋的高頻單元 我們叫Twitter 就是一個負責高音 對呀,高頻 我們這樣說起我終於是 通常會忽視高音單元 因為看到喇叭就是那個 高音單元那方面有什麼特別呢? 這次高頻單元的震膜物料 用了很特別的一種報質 再加上聚安樹脂 就壓制成一個單元的震膜 就想讓大家感受到一個很自然很真實的高音的聲音 嘩,聽起來都很特別 通常人們說可能硬一點的震膜 才會出得更加精準的聲音 對呀,更加尖銳的聲音 但有很多時候可能會太尖銳 千萬不要Google尖銳這個字 而低頻單元有它們的HR很出名 你看到它們很代表Frostec的單元 一個很漂亮黃色的低頻單元 它的物料還有高彈性的碳纖維 BOP的纖維物料 還有一種很特別的紙張壓制成的一個單元的震膜 它HR的震膜 你看它的形狀就很特別 它就用了建築力學的結構裡面的領域當中的曲線拋物面 再加以改良 你看到有一點點旋轉的形狀 在這個結構裡面就讓它的震膜更加有光性 更加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頻率給大家聽 原來它這個這麼特別的紋理 我可能以為是它特意做這個質感給人看 原來它是跟它震 或是結構有光 真的很厲害 還有旁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懸掛圈 它這個懸掛圈亦都用了一個上卷和下卷 攪合出來做成一個很特別的外觀 就讓它的共振方面也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這班人是不是建立樓 這班人是建立動圈單元的 因為他們是母公司Foster 亦都是日本很有名的音響品牌 也做單元是很有名的 那它應該是前人的經驗 累積所有的數據 或者心得 放進去 開格就說完了 我剛才試用來彈結他 感覺又挺好 真的挺好聲 不要看機仔細細彈出來也挺棒的 但是我還未試聽歌 那你聽歌方面如何表現 是這麼好的喇叭 我覺得聽歌方面 看電影方面是一定要試的 看你什麼呢 我當然要看別人玩Live 玩Live很重要 因為我一拿來試 就用電腦來搏 然後再看Hand Simmer的Live 很棒 它在Interstellar裡面的歌 我用這兩支喇叭 我一開始感受那個氣氛的感覺很棒 因為它這兩支喇叭 有時候照做鑑聽的喇叭 反而鑑聽的喇叭 聽歌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定位很準 或者看Live 因為你看Hand Simmer 管弦的Live 其實有很多樂器 你會看到樂手 在不同的樂器位置出不同的位置 就會表達得很精準的 在那個位置上 而在不同的樂器當中 你也很容易分辨到樂器 各方向前後感都表達到的 即是有時候可能小提琴 跟著去到一些弦樂 去吹那些是不同的前後感 我覺得這支喇叭 它表現得很精準的 而流行歌方面 聽歌人聲方面 我覺得它都很棒 因為它人聲比我估計 反而很前 很前 音場都很大 因為它能夠前來 你就感覺到它唱歌的仔細度 開口 那些呼吸的位置 有時候有些攝的刺音 它都表達得很精準 很清楚 而樂器方面 我覺得它是強項之一 因為剛才我聽到一些 流行曲和Benz Sound都有聽的 如果你說流行曲 比它更慢的 結他左右擺位 鼓 Bass drum 它都表達得 那些位置很清 加上螢幕 我去聽歌 它的味道就是 如果大家懂得欣賞 就是很喜歡它很乾淨的感覺 反而我覺得它是乾淨 它都很能夠表達到樂器的真實一面 那你說人聲很前感 聽Mixing 它就有color 它就好像有著重在中高頻 聽下去 我覺得它又不是很著重在中高頻 因為它在空氣的前後感 剛才也說了 它樂器的分一層一層 它其實是很清楚的 你聽到人聲在前面 而後面那層樂器 在後面那層樂器 它都表達到那個前後感 所以它人聲很容易聽到 它很仔細 但樂器那方面 你聽下去也不會覺得忽略了 所以它在真實懷緣度方面 是做得不錯的 剛才除了有彈吉他之外 我也有聽了少少少歌 這首歌還未出門 The Price is Boat 接下來有新歌 我剛剛今天收到一個final的Mex 我用這個喇叭來聽 它都給我一個感覺 因為它的bass不會很濃厚 但它夠punch 它就會給我一個感覺 很清楚聽到一些bass line 有些texture 甚至是kick drum 不會插在一起 即是全部東西分得很開 當然高音非常出色 可能有賴於那個布膜 特別的軟球頂 軟球單元 這次賣個關子 這首歌是有女主音的 我還未聽過 我覺得是很爽的 很享受的 大家留意一下 我的新歌 下次有新歌 即是出了街就會介紹 應該是12月才會出 今天就出了這個Mix 但吸引我去試這類喇叭的誘因 就是它可以用來彈結他 即是用來做Mone 因為話說小弟 有時都會很想在家彈結他寫歌 通常插結他 先插電腦 就很煩 小弟最近添置了一塊 multi effect 這個是Hotone 牌子的效果 非常好 一個盒子裡面有M 喇叭 即是cap 什麼都有齊 甚至你插結他進去 它可以當作interface 而這隻 因為喇叭是active 它就可以直接出聲 直接出聲 聲音都很像我錄碟的時候 很象徵 即是科技日新月異 而這些 很適合我們有些結他手 想便宜一點 不會超貴 因為要超大地方 要有一張桌子 其實桌面放兩隻這些 然後一個這樣的 effect 你出秀就只拿這個 effect 即是結他就可以走 回家就插 很久 可以玩很久 我覺得其實都很適合我們所謂的 bedroom 的 musician 因為現在都很流行 很多人都在家自己特別 當然這些除了聽 玩結他之外 其他做音樂上的製作 都是非常好的工具 但我自己覺得 因為它偏向聽歌 都好像你所說 都很好聽 有時候會出一點 所以我也有看過一些心得 難得見到它有夠的喇叭 那個speaker 可以roll off 通常人家說 如果你做mixing 你將那個高頻roll off 和低頻都roll off 整件事的curve 就會比較flat 可能你到時 用來mix東西的時候 就會聽得更加容易 但如果你說 for entertainment 因為可能彈結他 好過high的時候 其實那些可以自由這樣按 但我覺得原裝這樣 就這樣也很好 也沒有聽 也沒有聽 而且它的孔在前面 排氣孔 對 排氣孔在前面 其實你會 那個感覺會變得更快 如果你有時候在後面 可能會有些flacing的問題 這個feature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feature 主定是一個比較near view 的speaker monitor 我覺得也挺好選擇 最重要是它的form factor 例如很細的 又很漂亮 又很鮮 還可以這樣 兼容性 很簡單就可以用到 對 又不用說要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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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留言 可以在樓下告訴我 有沒有用Fostex的喇叭 或耳機 如果有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在樓下說 大家有沒有想買新的speaker 在睡房裡 小小的地方 自己做一下歌 一對好的speaker 的確會令到你 嘖 創作方面會好很多 當然Fostex除了喇叭的耳機 我們有機會也想跟大家介紹 因為今年的耳機展有一隻 它們的很觸目新款 的頭帶式耳機 很漂亮 記得嗎 希望待你下次有機會讓我們試試 今次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有其他好東西 再跟大家介紹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